这里 这个还是 这个有啊 这个 其实我是开了 只是声音不大声 喂 还有声音吗 有了 来 因为刚才自媒电 不知道为什么 好我们开始录影了 所以我就直接进入主题了 今天上课的内容 第一个请同学先上课 有点名 不管用手机或者什么都没关系 先上去点名 那 那今天因为我们会介绍Data Type 有算是今天是第三节课 我今天要把Data Type 1 Type 2全部介绍完 然后呢 如果有剩下时间做review 然后我上次有讲到 会考试 对不对 会做一个测验 应该是 那我同学应该在11点半 会考试 考到 应该预定时间是12点半 因为看同学熟不熟悉 好不好 那你熟悉了 同学就可以先离开 好那我还是讲 因为第一次小考 所以小考的方式就是学号 你小交的方式就学号 Q1 P1 Q1就是第一次小考 P1就是第一题 有两题有三题就是P1 P2 P3 这样好不好 你要分题做档 请同学要分题做档这样 好那再来就是要HOMEWORK 上次我本来想说没有让同学 本来要给同学HOMEWORK 好那不过没关系 像同学 待会今天今天考了就知道了 考了就知道你会不会 好 来那我们看一下今天要解 我先问一下 有看我的Youtube的举手 举好 很少 一半不到 你看还有下方下谢谢 老师你们很少人看呢 为什么你们不看 就想要就想要来直接上楼 如果我还是跟同学讲 要同学要养成那个自己学习的习惯 让你们看录影带 最主要目的不是说 你来这边就怎么样 而是希望你能自己练习 怎么把东西学会 那个经历 那个经验很重要 就是说你自己去看一个东西 然后自己学会 你别人给你一步一步带还要好 好那 然后练习自己找资料去做 我觉得是比较好的这样 好 那我先讲到下次 我下次要请同学看 如果你 你那个 一定要先看再来 我会先 现在我就要先做测试这样 好不好 然后再看你们 看你们有没有看 其实我在上面 可以看得到有多少人看 因为我昨天稍微上了一下 我发现看到人很少 表示同学没有上去看这样 因为其实录影带都很短了十几分钟 我讲的很短 只是让你再有概念 那我来在课堂上会讲比较深入 可是你前面有概念 你比较容易容易会 或者你知道哪边有问题 你觉得我上面讲的不清楚 那因为真的真的那个视频非常短 YouTube的视频非常短 可是我课程里面 在帮你们复习的这一段就比较多 比较内容比较多 你有看到我的投影片 对 好 没关系 那我先讲下一次 如果我看到那个看那个YouTube的人很少 我会上课前我就先小考 考你们有没有看好不好 老师考试是真的是手段 我先讲真的是手段 没办法要push你们学习 我也只好这样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第一个Data Type 1 Data Type 1 我们看一下这一段 那我想每一种语 每一种程式语言都一样 就是说他有自己的资料形态 各种不同的资料形态 那像以前C 我们在学C的时候 C的资料形态最基本的最少 他就是像譬如有character 然后character其实才是最基本 然后有number 那基本上他就是这两样东西 他就形成后面所有的这个资料形态 因为你后面就把它combine起来 然后你就会知道有character形成就变成string 就是string和number这些这些基本的形态 组合起来 你就可以慢慢写成你的自己的list 写成你的这个其他的不同的资料结构 那那可是python很好 python基本上 所有的资料结构他都帮你做 已经做的算挺完整的 除非你会觉得有哪些不够用 我们看一下在这里呢 那个python的资料形态 除了除了最基本就是string 所以他没有character 如果你有学过C的人 就是他没有CHAIR这个东西 好那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是string 也就是不管你今天就算你宣告A 这个东西 表示他等于A 你如果今天写了这一个符号 这个A同样也是自算 不信你打string 你不信你打time 你就会知道 他有他都是这样 那这是第一个有关text type 他这边只有所谓的text type 所以他是没有所谓的这个character的部分 所以都是string 第二个是numerical numerical当然就是数字 数字基本上分为integer,float,complex complex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 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复数 复数的表现的方式就是A加上B 一个他用I嘛有人用J不管 就是这个是我们讲实步虚步 这两个部分 那当然有人会把他用坐标的方式来呈现 所以你当然知道是这样 那最主要当然你要知道是什么是integer 什么是float,float的这个概念 基本上分这样 那当然你后面你会学到num排 num排的话就分得更清楚了 他就有integer有long integer要分短的和长的 就是有integer和long 那float还有float的16,float的32,float的64 就是一般同学们讲到的一般的浮点数 那就是float 那float的32,float的64呢 就是我们讲的double precision 因为在这边如果在c里面 或者其他的语言里面 他没有我们这边没有double 其实别的地方会有double的意思 所以可是在python里面都是float 可只有在未来你们会 不管你们学到深度学习的num排 或者是num排或者是pytoch 这些他就会不同的资料形态会产生 好那这是这样的 这两样可以算是基础的 这个资料形态 因为这两个资料形态会 会放在后面未来的几种东西之内 好第三个我先讲 先跳到这里讲booling booling就是我们上次讲的真假 我们上次讲说如果a等于10 b等于10 如果我们说a等于等于b 那他会是一个true 我们讲一个true false 就是这个你们在VBA里面也会知道 就是我们讲的不灵的形态 那当后面还有一个binary type binary type就讲到bind 也就是说呢 他把所有的资料呢 用二进位的方式来呈现 或者是16进位方式来呈现 这样子的样东西 我们叫做binary type 一般我们是用bind 好尤其我们在做资料传输的时候 往往都会用这个形态在做传输 那其他的就是衍生出来的咯 衍生出来第一个是sequence 也就是一序列我们讲的序列型的 序列型的一些资料 就包括list tuple 和有人念tuple 不管反正用tuple好了 有人再来就是range 这三样东西 他就是一个序列的内容 里面可能是比如说像range的话 就是12345678 或是13579 那list呢就是他可以是数值里面 我把它丢在一起 连在一起就是一个序列 一个连续的东西 好那我们称为sequence type 那list和tuple有什么差别 我们会介绍 好那通常我喜欢list tuple通常是存一些内容 他放进去不会改变的一些东西 我们用tuple 好那第三个 当然list是我最爱用的 list的range我们最常用 tuple也会用 可tuple运算快一点 可是呢 可是呢他就是没有那么灵活 好那再来是dictionary dictionary是一个mapping type 什么是mapping type 所以dictionary 这个字大家应该知道dict 就是字典的意思 字典的意思就是说 我今天我查 我查假设 假设叫做什么 假设我今天有个单子叫today 那你就会知道他会mapping到是今天的意思 对不对 那我们说假设是tomorrow 那你就知道是明天 所以换句话说 在这里面他有一个key 就是你要查的这个东西的key 那会对应出来一个value 对应的出来值 就是你去查询某一个值 这是查询的一个值 那会得到对应的一个值 那所以这个是我们讲的这个mapping 那当然在如果同学熟悉了以后 你就会知道这两样东西是我们最喜欢用的 除了这个text 基本的这些参数以外 基本的这个变数资料形态以外 那其他的这个像list和dictionary 是我最喜欢用的两个 那通常会把这两样东西结合在一起使用 list会传一个序列长长的一些资料 那我用dictionary来对应 帮助我们以后能够顺利的查询 所以这两个应该是我们最喜欢使用 当然range也是我们喜欢用的一个方式 那我想后面我们来介绍 他这边怎么怎么做这些使用 好那我想这个指定资料形态这段我就不讲了 那最重要是我想我们开一下那个开一下那个 开一下VSCO我们把VSCO打开 我们照我们标准的标准的作业方式好不好 让同学练习我们开进来 打开可能就上一次你上一次你的这个工作的 没有做完的内容 那我们不管可以把它关掉 好那我们就会做一个什么 开启资料夹 开启资料夹 好打开 开启资料夹 我记得我们是放在桌面 放在桌面 桌面上我们会有一个PL2002是不是 2022PL2 那我是开PL2 好那我们开一个新资料夹 2022 上礼拜我们没开 今天是1201 12月了 今年要过了 今年要过了我们开12月1号 点进去 开启资料夹 他会把所有的资料清除 然后呢问你是不是信任 好 来我们看一下 等一下 我们当然要先开启一个新档案来 开启进来 他问你文字导 Python导 你应该有 当然EAX Jupyter Notebook 我们不用这个 我不喜欢用这个 好那很多人喜欢用这个 其实两个一样 好那我们该用Python 打开 好那我们说第一个是Type 我们看一下这个东西 那我们讲说 假设我们今天说A呢 等于10 B呢等于一个字串 假设叫做Hello 好那我们假设我们用一个字串 我要试给你看 H呢是什么 那C呢等于叫做Hello 好那我们要 我们要Print 我们要把这个资料结构运出来 我主要运出来这些东西 那我就Print 好 不会 这样可以吗 就是我放大的就是我萤幕上变小 好 好来Print 这样可以看得到吗 可以 好来 我们来Print A看看 Print A我们知道 然后我们把A 这个指令 你要先知道这个指令 我们来看资料形态 主要就是要来看资料形态 来你们赶快跟 我把我把注明一下 好 就是我们要看他的资料形态是什么 那你打完了 你继续试试看 你要把B和C的资料同时都印出来 看你要怎么做 好 所以呢我会怎么办 我用Copy Ctrl 把它选起来按Ctrl C 然后按Ctrl V 把它贴上去 然后这边就直接改B B 这边改B 好 我们再贴一行 把这边改成7 7 我们来看看这样子做出来的结果 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做出来的效果会是怎么样 我们要知道这三样东西 他的形态是什么 来 我们按F5 F5 他刚刚没有储存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写这个 P1 典派 把它储存 那主要是要做Type的部分 来Python 建立Json 建立Json Python 好 我这样做完了以后 以后就不会再出现了 来看一下这样 结果看一下第一个 第一个 第一个实 实是 Integer H 虽然是一个字元 可是我们因为我们没有字元 所以他印出来是Stream 第三个是 Hello 表示他是一个完整的字串 这个我想应该没问题 所以这个你们应该知道 他的形态的部分 我想在每一种语言都有 他自己的一个形态 只是严谨与不严谨 只有这个差异 那当然严谨的程式语言 就需要严谨的Programming 那我们 我们刚初学 所以不用做到那么严谨 你知道这样就好 好 好 这边有没有跟上班 有跟上吗 有跟上 同学有没有跟上的 好 那接下来这段做完了以后 我们会有True False 对不对 那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放进来 我们说D呢 他等于True 好 我们把True False 这是Booling 好 那同样的你可以把D 引出来 我们的基本形态 把D也引出来 好 那这个当然是Booling 我想没有问题 我们四个形态再介绍完了 当然我们再加一个 当然我们讲 他有浮点数 看这个我们就不 我们就不管了 你也可以是10.0 好 10点 好 那就是Booling 就是这个Floating Point 好 那当然你也可以用Complex 那Complex 我们比较不会用到 目前 那以后同学要用到时候自己学就好了 这个我觉得现在讲 你不见得有用 所以 我就暂时先不提这个 这个Complex的一个形态 好 我们再执行一遍 好 你会知道最后他出现一个True Class是什么呢 Booling的这个形态 这个资料形态 好 那所以我们说前面的这些呢 我们说这是Basic Types 我们讲的基础形态 基础形态 基础形态 所以你大概知道就是四串 四串数值 然后再加上这个 Booling Booling就是 Booling的这个真假 这样的一部分 好 那我们可以 这边跟上 好 那我们看我们看一下延伸性 不管 好 好 延伸性的一个 的资料形态 第一个呢 我们看有一个东西叫做List 那我们讲说 假设他叫做A List 好 那我们的宣告方式是什么 就是用List 我喜欢多打一点字 好 那另外一个写法是什么 你也可以让他等于什么 A List 等于中夸号 中夸号就是List的一个空气盒的意思 假设说他也是List 来这段有跟上 好 那我们看B List B我们讲他是Tuber 那我们说他就是一个什么Tuber 刮鼓 另外的一个写法 你可以写成这样 是 是 是这样 好 他的他就是小括号 他用小括号的方式 来你们赶快跟 好 好 那我们看第三种C呢 他叫做Set 好 我们就可以直接用Set 那他的另外一种方式呢 我们可以解析呢 Set 他是等于什么呢 大括号 他是空的集合 因为我们在数学上面 我们说数学的集合论 里面也都是用大括号 表示是一个Set 一个集合 所以我们在那边用一个 这样的一个方式 他的好处是 你看他那边List 就是一个List Tuber 就用Tuber 那他另外有一些数学 符号放在那边 让你能够参考这样 好 那第四种 我应该没有记错吧 这个Set 应该是这样 我要想一下Set 来因为我很少用Set 来第一 我们看一下他叫做Dict Dictionary 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Dictionary 好 那我们接下来 我们用Print 我们待会测一下 这个到底是不是 是不是 是Set 还是Dictionary 我这边有点忘记 我们待会测测看 好 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把刚刚这边这一个 我们重打吗 还是用Copy 用Copy过来 放到这里 好 那我们再试一块 另一个功能 我们把这个点 点两下 你在这个 在这个变数上点两下 他就被highlight起来 然后按Ctrl C 就把它Copy起来 然后放到这里 A把它选起来 按Ctrl V 他就把它贴 就把它复制回 复制上去 然后你可以用replace 不管 接下来我们做第二个 Copy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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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对 应该是这个 你要dic 你也可以用这样子 这是另外一种写法 我记得这样才对 所以这个应该是dictionary 我可以用大夸符 tuple用小夸符 list用这个中夸符 那set呢我们暂时先不管 那这是他的这个结果在这边 这几个 好他会有 list一直没出来 对不对 好没关系 看黑 好在这里 好没错 好来这边有没有问题 有跟上 有了好这边速度上应该是ok 这个list应该没问题 好这是我们一开始做基础的 这个形态的定义 所以你从前面的基本形态上面 就是有有字串 好有数值有bullying 这是我们讲的基础的一个资料形态 那再来就是他的延伸形态 就会有list tuple set 好 dictionary 好我这边没有讲到byte 我想说以后我们有机会 同学有机会用到再讲 那byte或者你自己要想要 想要用到的时候 你会再跟我再跟我们再讨论这样 好那所以这是第一个 我们看一下 因为这边没问题 我们的我们的第一个practics 没问题了 我们再看看第二个 第二个部分 好那刚刚讲到是怎么样去宣告 一个空的资料讲 空的资料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这边其实byte 其实你就是在前面加一个b 他就告诉他这是一个byte的一个 一个资料 好那你print出来的时候 他就会有不同的一个效果 其他的 那我们刚刚 因为他是空的 所以我们要看资料形态怎么去放 你看这边就告诉你说 我要怎么样去把这些资料 资料形态放出来 那我们看一下 把从延续的刚刚这边 我们就能给了一个空的资料讲 空的一个资料 那我们现在如果要把它 把这些延伸性的资料呢 变成有内容 那我要怎么办 他的第一个方式 我们说fill with data 那我们怎么样把它有data呢 当然第一个你可以 你的第一个想法做法 可以用list 因为我们刚刚说他是东花湖 所以你有打一个东花湖 我可以是12345 好假如我把它放了12345 好那当然你也可以放 你也可以放是ABCD 那这个ABCD 因为在前面这里有 我可以把它放进来 所以我们我们再说 我们看B list 他可以是这样子写 如果你刚刚有宣告了这个 这些变数了 我可以把这些放进来 好这两样东西很特殊哦 不太一样哦 你注意看 你注意看 因为这些12345 是全部都是数字 他是同质性的 有没有 都是数值 可是你看看刚刚A是什么 往上看 A是什么 A是数值对吧 所以我这边放A是数值 B是什么 自串 C是自串 D是玻璃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list里面 我是什么都可以装的 我可以装 一直性的东西在这个里面 了解吗 那他是 我讲说他就是一个集合 你爱怎么装都没有影响 好可是你只要知道说 他的内容是什么 你只要知道是这样 那如果我要知道说 B的这个list里面的第一个 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怎么做 好我想那个 陈老师有讲到那个局阵嘛 对不对 阵列有讲到阵列有没有 他说 好 那没关系 那我就跟你们讲 你有没有阵列的概念 其实这就是一个阵列嘛 对不对 list就是一个阵列 因为在 拍档的基础形态里面 没有阵列这个概念 所以你知道list 我要看 我要知道这个第一个数字 我要怎么去表示他 来我们这边加 我们说A list B0 是多少 来我们就用这样的表示 print A0 A list 1 A list 2 A list 3 这个地方就告诉你说 Alist的0就是1 Alist的1就是0 这个的0是什么 是他的位置 这是01234的位置 这样有了解吗 这样有清楚吧 第一个 这是类似正列的概念 我给他指标 我给他这个index 他就会指到这个数字 所以你们谁可以告诉我 这个东西 印出来的结果是什么 再讲一遍 1234 1234 对没错 这边印出来就是1234 那如果你说我要一把12345都印出来 我要怎么做 这里 大家试试看 我应该做A list D 4 对不对 对吧 好 你可以写4你也可以写-1 最后一个 有解吗 这两个随便你选 你可以写4或-1 好我们印印看 果然是12345 对不对 我们把这个资料印出来的结果就是12345 在这 那同样的我想请问你 我们在前面宣告的这些东西 我要把ABCD印出来怎么办 我这边要怎么写 我们copy 不要copy 我们重打好不好 请问你我要把A印出来我要怎么写 我把A这个数值 这是一个变数对不对 这是一个变数 那我们先把B list印出来 我们先印出来看看它长怎么样 就是我可以把这个list直接印出来 它就会变出来 它是序列 我们看一下数值 我们看到这里的数值是什么 10h hello true 有没有 是不是我们刚刚在这里的数值 10h hello true 有没有放在这里 虽然放ABCD是变数 所以我的这个list里面 我是可以放数值也可以放变数 因为通常我们都是要放变数 我们要把它加进去 这样了解吗 那如果我今天要把A的内容印出来 我要怎么做 我就写print list 打一个括弧 请问这个括弧要写几 如果要按印A的话 0 对 好 那请问我要如果我要按 我要印B我要写几 好 3 那你也可以用-1 这两个都行 因为B是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就是-1 这样了解吗 如果你要那个什么 就这边写3是最好的 如果你想 因为你如果它序列很长 那我不知道我要印哪一个 那我就用这个 好 那我们看看 所以我会把A 那我们知道是10 对不对 在这里它对应到是10 D呢是true 所以这边印出来应该就是10和true 硬硬硬看 F5 当然是这个 好 这样有了解吗 所以我们刚刚宣告了什么 list相关的东西 好 那你没有把它丢进来data 把它丢进来data 这部分有没有问题 好 好 那 那如果说 那如果说我今天假设A list 在这里 我想要在里面加6怎么办 我想要增加一个字元假设是6 加上一个数值它是6我要怎么做 我当然可以把A list重新写一遍 然后这边多写一个6 可是这样不方便 所以它会产生一些 它的一些method 我们要用到一个method 叫做append 这个字 所以我就会把A list 加一个点 你注意看 这一点出来 它有clear 有copy 有count 有extend 有index insert 一大堆 所以这边很好 是说你如果忘记了 你就会猜append是什么意思 英文的append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往后加的意思 这样了解吗 往后附加 叫做append 所以我这边就写一个append 我会append 这边是一个method 所以你要把这边来个括弧说我加6进去 加6进去 这时候我们再印印看 我把这个数值B list再印一遍 A list对不起 再印一遍 这个时候应该是从12345呢 增加一个变成123456 看到这个结果 因为我一开始就讲list的原因 是因为list是我们最常用到的 最好用 最好用的一个 它的唯一缺点就是稍微慢一点点 它在运算的时候慢 反正python本来就慢嘛 你知道吗 所以我也不在乎它快慢 我重要的是结果 我要让它快怎么办 要插在中间 你要插中间 好待会没做还没讲到 插中间我们会用力 好我们就回答你这个问题 如果今天 我要 你们可以自己这样讲 我要进来 你猜这些指令 我要插在中间会用哪一个 对 insert 所以你就可以try insert 所以不用老师教你就会了 我们打insert insert的你一定不知道它的语法 对不对 看它底下又告诉你index 有没有 object index object 所以表示说我要插在哪个位置 那我们知道这是012 他应该插在这个的后面 我猜 我猜 我也要试 我也要试 我也试给你看 因为insert我也很少用 我最喜欢用append 因为通常我们会往后加 好那如果假设我要加一个2.5 加一个2.5在2和3之间 我假设就是01 假设了 假设是01 我们插一个1 好不好 那我要给它一个数值是2.5 不知道对不对 我也不晓得对不对 我们试试看 find in list 试试看结果对不对 错了 有没有看到 这个1呢 它会插在它之前 所以这下你就知道了 我这边数字要改几 知道我错了吗 因为我刚说我希望加1 2中间加一个2.5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结果我写1呢 它是01 它会插在第一的位 这01所以这变成1的位置 这样了解吗 所以它给指定的位置 会变成1 所以如果你要插 你要插在变成这里 2和3之间就知道012 所以它是2 所以这边写2 插2.5进去 所以你按F5 这就会是你要的 你还没有想要做什么 好 同学有好奇心 我要插在某一个位置 那我要删除某一个东西怎么办 来我们 DEL 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 为什么不是 来看一下这个指令 看一下这里面 Append Clear 你们可以猜 Clear是什么意思 清除 也就是把它清成一个 变成什么都没有 对不对 这个很容易猜 所以不是Copy 我就是把一个东西Copy到另外一个上面去 这样对吧 好 我们回来再来试 Index 它是要寻找某一个东西在哪一个位置 Insert 刚刚讲过了 Remove 有一个POP 有没有知道POP的意思是什么 有没有知道英文的POP 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也不知道 可是我们在讲Q的时候 POP就是把东西往外推 好吗 就是往外推出去 Push就是把它Push in POP就是把它推出去的意思 所以呢 我们最常正常使用就是用POP这个指令 如果你要删除某一个 来我们POP 看一下 好 他告诉你说 -Remove and return item at index Default last 如果你没有 他就是用最后的一个 如果你没有写 我就是把最后一个删除 如果有写 比如假如我要删除第0个 换句话说我要把这个E拿掉 这样了解吗 然后我们再paint一遍 事情 我们把1拿掉 这样了解吗 好 那我们再看看还有什么指令 我们再来试一下这个指令 A list 来看一下 Clear 我们来试一下Clear好不好 我们再试一下Clear Clear是把全部都删除掉嘛 对不对 全部都删掉 所以我们做一个Clear 不要忘记 不要忘记要打一个小刮符 它是一个执行的指令 所以它是Method 所有的Method 都是用小刮符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来Print A list 这个你可以想到它一定是一个什么 一个中刮符 中间什么都没有 是这样 好 我让各位跟一下 确定一下有没有问题 我要确定同学有没有问题 现在我们在讲一个list 里面所有的内容是这样 有没有问题 好 如果你没有问题 如果你没有问题 我现在出一个小的问题让你做 我们刚刚是把 我们把A全部清光了 我们剩下的是有B list 我现在想要在这里面加一个变数 1 加这个1的变数 那我1呢 要先宣告 假设它是一个 浮点数是3.1415 请问该怎么做 我再讲一遍 我现在有一个list 在这里 是B list 有A B C D 四个变数放在里面 我要把它加一个变数 1 那这个1呢 变数我们要先宣告 1存的数值是3.1415 请问我该怎么做 因为刚刚我们运作的都是 有数值对不对 我现在要运作的是 如果是变数 你该怎么办 来赶快试一下 简单的应该是你先宣告一个变数 对不对 我们刚刚说往后加的指令是什么 你给我两个指令 一个是用insert 一个是用append 这两个你都可以用 看你要用哪一个 有问题举手 如果你真的有问题的话 主教在寻常 看一下有没有人上 好像真的没有人 没有人在往上上课 他不来也不上网 那你怎么办 你们班怎么学习那么严重 你们班怎么学习那么严重 表示不少人没来呢 没关系 没关系 我不知道隔壁班怎么样 好了没 有没有做出来了 有 怎么做 来班代给我们讲 你怎么做 1 等于多少 3.1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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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ert insert 4 4 4 因为他现在只有几个 只有3个 所以我写4 是0123 好 来我们试试看看 是 是 来 我们试试 售号1 哦 对哦 你要加是哪一个 没错 来我们看看 试试 对不起我忘了print 很好 来print 3 list 好 好果然我们把最后一个3.1415 放在后面 对不对 有没有人用别的方法 如果要用append呢 把这个mark掉 如果要用append呢 用b list append b 跟班代做的结果是一模一样才对 对我们执行看看 结果是一样 所以都可以 所以如果你喜欢用insert 那你就要指定位置 如果你用append就是往后加 当然insert好 对吧 insert好 因为insert我可以指定哪里 append的就往后一直往下加 这是有差别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看 好 那我们还有一个情况是 假设我们刚刚把同学把这个clear拿掉 按一个control slash 把这两个选起来按control slash 把这个拿掉 我要做一个简单的动作是 list真的很好用的原因是什么 我可以把两个list直接做相加 他就直接把它往后加在后面 他有一个这样子动作 好 我们可以做 我英文叫concat 我可以用concat的这个指令 concatinate 因为全名是这样 我们做concat 那怎么做呢 我就可以写说 假设呢 我们写b list 就等于呢 b list 加上什么呢 a list 然后把它pin出来 b list 你要把它放成一个c list 我也没意见 那我现在是希望做的是什么 我要把a list 这个里面的内容 放在ab list之后 这样有了解吗 所以你们可以告诉我 你觉得他印出来的结果 会是长怎么样 b list b list 我们刚刚讲的已经知道 它是什么 在这里有印出来 印出来的结果是 10 不对 对 这是我们刚刚印出来的结果 对不对 a是这个 是吧 我因为有delete掉 a是这个 所以你告诉我 b list 经过这个相加以后 它会是多少 好 有没有 可以猜得出来 其实就是把这些东西 塞到这个后面 这样了解吗 我们看看是不是我讲 好 你看 把这个字 这一个序列 塞到这个序列之内 然后放在这个b的里面 这样有了解吗 好 好 所以就知道 这个list 很好用 我可以把我想要的东西 里面相加 连接在一起 可以插入 可以清除 这些我都可以 我都可以做 那当然我也可以指定说 那我要知道说 假设我今天有一个变数 a 我要知道它的位置 我要怎么办 就有一个指令叫index index 我们看一下 假设呢 我们今天已经做完这个了 做完这个 我要知道a变数的位置 假设因为我们这边有abcd 对不对 假设因为我们刚刚有1 我希望知道1 1这个变数是3.1415 1变数它的位置在哪里 我要怎么做呢 它的做法是这样 我可以知道b list index 那我要输入什么 你看到里面 他说return first index of the value 你把东西指定给他 我因为我指定1 那我会回传一个位置 叫做position 那你们告诉我 如果我要找1这个变数 1这变数3.1415 对不对 或者我直接写3.1415 它的位置应该是在哪里 0 1 2 3 4 是第四个位置 所以呢我把这个position pink出来 pink pink p-o-s-i-t-i-o-n 按 让一下 果然答案是4 因为1我刚刚宣告是3.1415 所以那可以 你这边也可以直接写3.1415 这两个是一样的 好给你们跟一下 来跟一下 好我们休息一下 因为刚打中了 我们休息一下 好第一段我们介绍的就是 有关list的这个 好最主要是介绍list